今年的世界衛生大會WHA線上會議 台灣確定沒有獲得邀請參與 五國的外交部、衛福部以及總統府 都表達遺憾與抗議 而諷刺的是大陸外交部已經宣布 因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譚德賽的邀請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18號的會議開幕上致辭 我們已經今天等於就像WHO秘書處 會遞交我們的抗議函 那其實現在在世界衛生組織 最重要的議題也應該是COVID-19 這樣的一個題目 那我們這樣子一個努力 那也做出了一個台灣的模式 注意跟世界來分享 針對台灣沒有獲邀參與WHA線上會議 我衛福部長陳時中與外交部長吳釗燮 先後都表達抗議與我方堅定的立場 外交部表達高度遺憾以及強烈不滿 已經有29個國家的行政部門 以多元的方式表達對我國參加WHO的支持 其中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加拿大總理小杜魯道 美國國務卿龐培歐 以及紐西蘭副總理兼外長 Winston Peters 都是首度公開表態意義重大 我也要嚴正呼籲WHO秘書處 堅守專業中立 秉除中國政府的干預 在此同時中國大陸外交部18號宣布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應WHO秘書長譚德塞之邀 會在WHA視訊會議開幕式上致詞 在新冠疫情衝擊全球之下 國際上這次力挺台灣參與WHA的聲音 前所未有的高 美國和日本還利用澳英法德等國家共同聯署 致函WHO秘書長譚德塞要求他邀請台灣參加這次的WHA視訊會 法新社報導一份文件顯示 譚德塞宣稱台灣與會標題的提案 已經送交WHA總務委員會審議 但事實上是台灣至今已連續第四年 被WHA秉除在外 世界衛生的拼圖仍缺台灣一角 東方新聞國際中心縱鞍報導 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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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